第二十題 下列各現象中所產生的物質 何者和其他三者不同 第一個是乾冰周圍所產生的白煙 這乾冰周圍所產生的白煙是 空氣中的水蒸氣 因為乾冰昇華吸熱而凝結成的小水滴 小水滴 所以呢它是水 而且是液態的水 第二個是吃泡麵的時候 競片模糊不清的白煙 那這個我們從熱的 熱的泡麵裡面 冒出來的那個白煙 那就是它所蒸發出來的水蒸氣 然後呢到空氣中 預冷凝結所形成的小水滴 所以它也是水也是液態的 加熱汽水的時候 汽水冒出來泡泡 那麼這是因為汽水裡面本來含有二氧化碳 因為加壓的關係 溶在裡面然後打開汽水 同時加熱之後它的溶解度會變小 所以二氧化碳會跑出來 所以它出來都是二氧化碳 而且是所謂的氣體的二氧化碳 然後最後聽到的雲 雲是漂浮在空中的小水滴或者小冰塊 所以呢它也是水 它可以是小水滴的液體 也可以是小冰塊的固體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裡面跟其他生產都不同的呢 是我們的C 因為它是二氧化碳跟別人不同 所以我們答案選C 加熱汽水時 汽水中冒出的泡泡 這就是我們第二十題的答案